好 同学们 欢迎回来进入第二 在前面呢 我们学习了怎样解方程 对吗 那下面我们就要看看方程这个非常有用的武器如何来解音题 把一堆糖果分给几位小朋友 如果每人两块将剩余十二块 每人三块的话呢 将缺少五块 问小朋友一共多少位 说实话 这个题如果前面三年级你学习了的同学 马上判断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题目 盈亏问题啊 盈亏问题 可以用盈亏问题的口诀来把它解决 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就要看看方程怎样去解决这种 以前我们所学过的典型应用题 其实不止盈亏 像季度同龙 核沙背 年龄 其实都是可以用我们的方程来解决的 好 来看看 这里面是糖果分给小朋友 对吧 最后要问小朋友一共有多少位 那马上来想 你要想列方程 想想我们的那五步 第一步要审 那审完题之后第二步就要设 那什么是位置数呢 X呀 对 X 那在这道题里面什么是不知道的呢 有到位小朋友 人家位了 问题是不是就是位置的量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有X位小朋友 那接下来说 设完了以后就要列方程了 对不对 那方程就要根据评语来列 那我们来选一选这个题目 就是把糖分给小朋友 对不对 你只是把小朋友X位给列出来了 跟糖 你是不是现在一毛钱关系也没扯上呢 那同学们再想 这个糖分了两次 分的是不是同一批糖 是的 同一批糖 那就意味着糖的数量是相等的 有相等的 那当然等量关系也就出现了 好了 找等量关系来列方程 那同学们 第一次再分的时候 每人分几块 嗯 每人分两块 那一共有X位小朋友 那分出去多少块了 嗯 X乘2 X乘2 分完了吗 嗯 还剩下12块 还剩下12块 所以X乘2也就是2X是分给小朋友的糖 还剩下12块 两部分放在一起是总共有多少块糖 对不对 对 那再想 第二次再分的时候 你能自己把它列出来吗 嗯 X乘以3 减5 哎 这时候 小朋友分出去的 你是不是少5块 嗯 所以总共应该分的 去掉少的那5块 才是你实际的糖的数量 好了 这是糖 这也是糖 那怎么办 嗯 相等 所以你看看列方程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吧 那下面就是你刚刚学到的解方程的方法 去把方程解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方程在这 那接着把它按照我们的步骤解出来 X应该等于17 X是什么 嗯 小朋友啊 所以别忘了 还有最后一步 那就是要 打 减验 做 打 什么叫检验呢 X等于17 那你算算 等号左边应该得紧 再算算 等号右边应该得紧 检验一下是否相等 如果相等 非常放心 我这道题绝对没问题了 接着就可以答题了 好了 同学们 你看看这道题 通过方程是不是也被我们非常轻松的解决了 嗯 而这个方法 人家问什么你就要设什么 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源法 叫做直接设源法 好 同学们 下面来看看第三 实验室中培养了一种奇特植物 它生长得非常迅速 每天都会生长到昨天质量的两倍还多三公斤 培养了两斤之后呢 这个植物的质量就达到了45公斤 问 这株植物原来有多少公斤 那马上想一想 我们要用方程把它解决 审题已经审过了 对不对 下面就要设位之数了吧 对 设什么呢 嗯 原来有X公斤 好 这肯定是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 人家问什么我就设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设这株植物啊 原来是X公斤 好 接着那就要列方程了 方程再仔细读一遍题目 看一看 这个除了X之外还给了什么呢 嗯 还有每天生长 嗯 怎么长的 还有呢 两天之后怎么样 达到了45公斤 达到了45公斤 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 那我们来想 原来有X公斤 对不对 嗯 那培养一天之后应该有多少呢 嗯 每天都是原来的两倍还多三公斤 嗯 X乘二加三 是X的两倍还要多三 所以是X乘二也就是2X再加三 这个数是培养了一天之后的 对吗 嗯 那培养了两天之后呢 嗯 2X加三 哎 要想清楚了哟 是到每一次都是昨天的两倍多三公斤 那同学们想 培养一天之后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嗯 再培养一天 应该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变成了两倍再多三公斤 所以中间什么 相等 等量关系找到了没有 嗯 好 同学们 那下面啊 我们就看一看 方程已经列完了 解呢 当然是自己的事情了 同学们 自己动手试一试吧 好 解完了吗 跟着嘉宜老师一起来看一看 把X解出来之后呢 应该等于9 也就是说 这株植物原来是有9公斤的 怎么样 同学们 这道题你做对了吗 那这道题啊 其实也是对我们刚才所用的 直接社员法的一个应用 也希望直接社员法 这种人家为什么你设什么 单刀直入的方法 你能够马上的把它掌握住